2013罗东EC节摆变花样嘉年华创意工坊 今天来启用 参加彩接的队伍也来庆祝 同时也和在地艺术家们共同来创作花车 大偶还有彩接道具等等 准备在8月10号大游行当中和大家来见面 2013罗东EC节摆变花样嘉年华创意工坊 今天启用 宣示今年2013年的罗东EC节系列活动的开始 由各社区团体及在地艺术家 共同创作花车大偶以及彩接道具等等 1 2 3 停泡 停泡 2013罗东EC节摆变花样嘉年华工坊的进驻 可以在这一年我们的一岁节是可以说是 我们的农党人的担待是 是我们专家人的反批书的这种情形 所以我们国立的国社区可以说 全部农党人全部冬起来 那今天呢可以说是 我们2013我们的百变花样嘉年华 我们的当中有艺术学会 和各位艺术家呢 也当中和我们的所有的所有的 我们的社区呢全部冻起来 稍微过去啦 一定啦 这个节目一定改变哦 希望啊今年啊 我们这个团队啊 会更好的这个创期啊 罗东EC最节嘉年华将在 7月27号到8月10号举办 其中8月7号到9号举办 为期三天的 一岁派对夜间游行 而在8月10号则是最热闹的 一岁创意采接大游行 今年的参与队伍更创立年新高 达到65队 盛况可奇 8月10号这一天呢 当中我们的这大游行 在华东镇的大街小巷 那今年呢比较特殊 今年总共有65队 人总有65队 当中小姑跟我们的团队 和我们的哈哈 或年轻的朋友 我们有最年轻的 还有最资深的 都会进入我们的工房 那今天我们就 一开始呢就设定了一个故事 那主花车是有一个战马 故事是这样的 我简单讲就是说 华东以前就生的老董 那猴子成群啊 那就有一天就那个 有一支战马 就是独角兽 在那个在的那个花样女神 然后另外另外是在的那个百变勇士 那就来到华东 然后接着就有四个神兽 然后分别在四个地方 那所以这四个神兽 就是分别就是四个主要的点 然后也就是四个点 然后分别衍生出不同的一个 社区花车的一个故事 有别于以往 各团队以故事 或是自由发挥主题方式 来决定采接内容 易瑞杰今年的主题 百变花样嘉宁华 是以罗东的人文特色 地景为设计元素 衍生出百变勇士 以及花样女王 驾驭着主花车独角兽 来到劳董 并且召唤四圣兽 发展出许多人文艺术 造就罗东今日的繁荣景象 宜来新闻记者十四名 采访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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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